你敢想嘛 德天使高达的身体里 竟然还藏着一个双灵高达 其战斗力足以用毁天灭地来形容 而主天使的驾驶者竟然拥有双重人格 恶魔的一面战斗力爆表还喜欢隐虐人取乐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呢 只因他们遭到了人格连专门对付高达的强大军团 那天天人组织的母舰偷了秘号 正行驶在浩瀚的太空之中 他们突然发现母舰的位置遭到了侦测 于是便迅速派出高达 在母舰的周围进行护卫 他们派出了两台高达从侧翼包抄 打算给敌人来一个前后夹击 可人格连的指挥官洛夫猜到了他们的意图 并且认定在最后面的就是他们的母舰 于是他们便兵分三路 打乱他们的计划 天人母舰以为他们的目标是摧毁自己 可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捕捉洛丹的高达 没一会功夫 敌人的一艘舰船便接近了母舰托勒密号 他们发射了大量的导弹进行宝盒式打击 尽管历天使已经摧毁了不少 却还是会有漏网之余 好在托勒密号也有护盾 因而能够抵挡下这一轮的攻击 可敌方舰船竟然是个无人的自杀舰船 朝着母舰静直撞了过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历天使射出了备用的导弹 最终成功摧毁了这个全速奔来的大家伙 可让他们绝望的是 好不容易摧毁自杀舰船 他们的后面竟然藏着30多架机体 历天使像往昌一样对他们进行射击 不够轻而易举地躲掉攻击 反手就躲到了历天使看不到的死角处 让他无法进行射击 而一旁的能天使也遭到了这种窘境 敌人一看到他就不和他打 就跟他兜兜转转拖延时间 他如果不追上去就打不到敌人 可追上去又会导致母舰被偷袭 便只能看着他们在眼前撒野 这时候拖勒密号的指挥官才意识到 敌人的目标并不是他们 而是出去进行包抄的两架高达 镜头来到正在进行包抄的主天使这里 他在接近敌人的时候果然撞上了敌人埋伏的大量击雷 当他被炸的晕头转向时 潜伏的敌人便开始行动了 这次还出动了强化人超级兵玛丽 驾驶着战斗力爆表的激动战士桃子 就在主天使没把他们当一回事的时候 驾驶者阿雷路亚突然感觉到头痛欲裂 原来他是和玛丽一样的强化人 因而产生了脑电波的干扰导致头疼 知っているぞ